有种山药拌饭 灯回拌饭那种 都是好滑的 豆腐来就是那种入口石化的东西 有一层火的像红烟一样 就好像吃到一个 不是什么三次元的肉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嘉 我给你们说 我今天想好了要去吃豆花面 临出门前 首见 不搜到一家 看上去觉得很好吃 超级纠结 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去吃一家老字号吧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冰醉豆花 妈爷 看着就很适合这个天气 在家里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两块的 打算步行过去 因为这个位置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失策了 再去扫个自行车 热死了 周平 来了我来了 我刚发现 他们自行车上有熊猫的这个logo 好可爱啊 每一个品牌都有 这个哥哥是多高啊 这个是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来试一下我能不能坐得上去 刚觉我尾巴鼓顶得痛死了 我看也是 出发喽 好在成都的这个树都还挺多的 这时候我也不会被晒成什么鬼子 黑是肯定要黑的 毕竟是夏天了 反正我本身也不白了 所以无所谓啦 看我后面有一个卖冰粉的 但是我现在的心 完全在冰醉豆花的身上 到了到了 明目了然的元素周期表 哇哦 这里还有甜皮鸭 哎 师傅是不是得乱一点 看是厉不厉害 过瘾哦 师傅 老鲁鸭好吃还是甜皮鸭好吃啊 嗯 我对了 我喜欢吃你吗 是吧 你喜欢吃你吗 我都没吃过 那我吃下甜皮鸭好了 谢谢 其实也看到过好几次了 但是都没点过 今天来尝一下 我要一个甜皮鸭最小份 然后一两的豆花面 还有一个冰醉豆花 哇 你们看我看到啥 看我看上去好浓稠啊 激动了 激动了 我坐在哪儿呢 角落还是我的手写 对我坐这儿 谢谢 好快 我只花了59块钱 最贵的是那个甜皮鸭 豆花和面都是10块钱以内 然后7块的8块还是加的 夏天最少的都是吃凉的肉 和凉的炭熟 看几秒钟掉下来 觉得有延迟我跟你说 鸭子也好可以 炭熟吃这个里面 应该是干干的 外面是那种腻的那种感觉 好了我要吃了 我刚刚为什么纠结在甜水鸭和酱鸭 就是因为我怕 我说不是甜水 是甜蹄 因为我怕甜蹄 太甜 好了以后才发现 它这个真的只有皮鸭 然后里面也不是没有味道 是有点咸 它是个咸甜口的美味冷肉 就是做一个南京人的鸭 我有点爱上这里的鸭子 这上面应该是肉燥了 这一块是豆花子 看着很可以哦 拌一下 我们要拌匀 上面有辣椒 我从来没有想到 豆花这样可以和面放在一起 卖鱼地区这种很爱吃这种黏黏的面 看一下这是我拌好的样子 有种山药拌饭 秋葵拌饭的那种风格 好滑 豆花一点都不行 最香五饼 让我更加吃了 冰醉豆花的 它有点花香的感觉在里面 我刚吃到小炸菜了 超多口感混在一起了 我跟你们说 它这个里面 一共四种脆脆的口感 第一种是炸菜的 然后第二种是花生脆脆香 第三种是豌豆脆脆酥 丫头我最喜欢吃的部分是 这一小节的脖子 还有它的脑子 看我这个丫头是什么的脑子 这怎么没有 好吃 它里面还给我鸭脖 叫做豆花的脸 真是令人伤心 我从来里面 这个豆花的味道都很好吃 是那种甘甜 然后整个汁是微小合五分 这个夏天吃不太可以了 请你们来成都一定要吃 吃饱了 拜拜 拜拜